好,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9号,星期三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关于明年 2022年英国移民政策的一些政策分析 以及移民英国的八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主题 在我们分享关于移民政策一些细节 战术的一些问题之前 想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些 我的一些体会和一些体验 在过去16年当中 我们从事英国移民相关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经验 也希望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 就是当大家在考虑移民英国之前 要考虑的十个问题 这十个问题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移民不应该是目的 移民只是为了完成目的的方法而已 这是第一个大家要了解到的 因为很多人犯了很多的错误 很多方向性的错误 为了移民而移民 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移民的方法有很多种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八种 这八种方法其实没有哪个好 哪个不好 它只有说哪个适合 哪个不适合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资产状况不一样 学历不一样 工作经验不一样 它的诉求不一样 所以说方法没有好坏 只是适合或者不适合 第三,移民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 它从一个熟悉的领域 熟悉的环境 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 它是有风险的 决定一定要谨慎 风险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对风险没有预知 这个是大家需要牢记在心的 当你对这个事情 有认知的时候 其实风险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控的 可怕的是什么呢 可怕的是 你对这些风险没有认知 英国不是说 特别适合赚钱的国家 这个是大家需要有的一个认知 就是这个社会太成熟了 你要想赚钱 一定是在中国 英国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接上第三点 我们看第四点 第四点什么呢 就是英国是一个 不适合赚钱的地方 英国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它不适合创业 特别是不适合中国人创业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会发现在过去二十年当中 我看到的华人在英国创业成功的 其实寥寥无几 你说我算不算创业成功 其实我认为我不算 我只是在养家糊口 只是一个谋生而已 所谓的创业必须要有足够广阔的市场 必须要有足够的核心的技术 核心的优势 大部分中国人你会发现在英国从事的行业 要不然做贸易 要不然做餐饮 服务行业 要不然做教育 要不然做房地产投资 这些都不是创业的领域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商业而不是一个创业 这个是我需要和大家分享的第四点 第五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我母亲的一句名言 叫什么呢 在英国钱是不会走错路的 这句话的来源呢 是来源于妈妈去超市买肉 去不同的超市买肉 你会发现 Witches的肉一定比Tesco的要贵 Tesco的肉一定要比Astar的要贵 而且租前腿和租后腿的价格 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在英国这么成熟的 社会环境之下呢 一分钱一分货 第六点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移民之前 一定要对英国这个社会 有一个足够的认知 第二个是 如果你没有来过英国 我强烈建议大家 要真的是来一次英国 不管是旅游也好 访问也好 探亲也好 访友也好 一定是要有自己 亲身的一个体验和亲身的一个感受 在对这个社会环境 对这个国家 有充分的认知的前提之下 再做相关的移民的决定 和移民的判断 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有的一方式 第七 命运一定要把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OK 如果你把你的命运放在别人手里 一定是失败的 一定是有风险的 举个例子 工作签证 外面有很多传说说 哎 花点钱能解决工作签证 但实际上 这是一种非常有风险的一种做法 因为它是一个长达五年的移民过程 五年当中 你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交在别人的手里 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事情 第八点 不要强求 要相信 相信什么呢 相信一切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也是过去 这么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 带给我的一个 启发 或带给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会发现在英国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英国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一个国家 它的各种办事效率 各种商业服务 其实都是赶不上中国的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慢的这个体系之下呢 其实带来的是对规则的尊重 比如说排队这个事情 它是慢 但是它体现了一种公平 一种客观的公平 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公平的感觉 所以说一定要相信一点 叫什么呢 一切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第九条 其实是一个通用的原则 我的个人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说 来英国以后 发现很多事情不公平 会有受到歧视 其实我的观点在于什么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不管英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是一样的 只有弱者 才会感受到歧视 只有弱者 才会去追求公平 公平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第十个需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个人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当你遇到不公平的时候 当你遇到你认为是歧视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要做的不是去改变这个社会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改变这个社会 我们要做的是改变自己 比如说多赚钱 改变自己的工作条件 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改变自己的居住地址 你会发现 当你找到一个正确的阶层的时候 什么歧视啊 什么这种不公平啊 都会越来越少 所有的外部的结果 都是由于自己内部的因所造成的 这个呢就是 十个简单的一个小想法 希望在介绍具体的英国移民政策之前呢 和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共识 和大家分享 供大家参考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会有什么样的 英国移民的新政策 或者说什么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去考虑 可以去把握的 在我们进入到细节的 关于2022年移民英国的8种方法之前呢 我想和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对于2022年的 英国移民政策的一个预期 和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从几个大的类别来看 第一 PSW 签证 也就是毕业生临时工作签证 这个签证政策呢 大概率来讲是普及和推广的 这么一个定义 第二 欧盟签证 基本上是已经进入到 关和庭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是欧盟签证了 你的家属 比如孩子 比如说其他的配偶 是仍然可以申请的 第三 创新签证 创新签证呢 是一直英国政府 比较鼓励和支持的一个签证类别 虽然是从2019年开始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仍然属于一个推广器 第四 首席代表签证 这是一个最通用的 最适用广大的普通 英国移民签证申请人的 这个签证类别呢 我认为大概率是加强审查 在目前我们已知的 这种实战的反馈经验当中来看呢 是逐渐加大了面试的概率 逐渐加强了对材料的审核 第五呢 我们看一下Skilled Worker 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由于脱欧带来的一些 英国本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从我们目前的感觉来看呢 工作签证会是一个开放 而且并且鼓励的一个签证类别 第六 T2ICT 也就是内部调动工作签证 这个签证类别 从我们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呢 会是2022年以后的一个重点 目前呢政府是鼓励和支持T2ICT 也就是这种内部工作签证调动的 这种类型呢 是会有机会在2022年 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实施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重点 关于今天的一个分享八种方法 分别是哪八种方法 在2022年有可能能够帮助到大家 实现移民英国的这个想法 第一个签证那边是配偶签证 第二呢是Graduate Root 毕业生工作签证 第三 Skill Worker 工作签证 第四 T1 Investor 投资移民 第五 Startup 创业签证 第六 Innovator 创新签证 第七 OAC Representatives 海外首席代表 第八 Lone Residence 也就是常说的十年绿卡 这八种方法 我们认为是2022年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八种比较有意思的 有可能实现的方法和类别 首先在大家决定移民英国之前呢 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就是哪一种签证 哪一种移民类别的签证比较适合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如果你是高资产人士 所谓的高资产人士呢 是指你的家庭总资产 超过500万英镑的情况下呢 可以优先考虑T1投资移民 其次呢是考虑好海外首席代表 接下来呢可以考虑创新签证 如果你有海外的学历 比如说英国欧盟澳洲美国的学历 你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创新签证 因为你的海外学历决定了你更适合创新签证 第三如果你是企业高管 你应该首选或优先考虑的是海外首席代表 第四如果你有金融行业的从业背景 应该首先考虑创新签证 第五如果你是科研的专业人士 你应该考虑全球人才计划Global Tenet 第六如果你目前是陪读家长 你应该首先考虑的是首席代表签证 或者投资移民 这个取决你的家庭资产的总状况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就是我从陪读签证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我从陪读签证转成学生签证 学生签证拿到毕业证以后呢 再转两年的这种临时的工作签证 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表供大家参考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适合大家 大家需要有一个判断 一个全面的综合的一个判断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配偶签证 配偶签证其实很简单 几个基本要求 第一申请人和伴侣达到18岁 第二申请人和伴侣在递交之前认识 你不能说我交签证以后才认识 这个不太现实 第三申请人和伴侣的婚姻 或者名氏伴侣关系被英国承认 第四申请人和伴侣打算继续生活在一起 第五申请人和伴侣有足够的资金 在英国独立生活并达到最低收入标准 换句话说不会领取社会福利 第六申请人和伴侣在英国拥有自己的住所 能够自己居住 第七申请人需要通过A1这个应用水平的测试 你要说连A1的应用水平测试都通不过 难道你打算用肢体语言吗 所以这是几个基本的要求 申请永居的条件其实也很简单 作为这种配偶签证 第一呢你们的关系仍然存在 第二呢你符合基本的收入要求 第三你们的婚姻关系仍然真实 并且能够延续 这个签证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签证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伴侣 不管是什么样情况下找到这个伴侣 只要你们的婚姻关系的真实性 和你们有一定的基础的经济收入 加上你们有意愿继续在英国生活 这是几个关键的要素 在满足以上三个基本关键要素的情况下 大概率来讲 配偶签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比例生律师行呢 也不处理这种简单的配偶签证 如果你有特殊的问题 比如说你有婚史 比如说有关于独立妇亚权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可以找我们 如果说是简单的伴侣签证 我们有完整的免费的 这种配偶签证的完全的指南 供大家参考 我们一贯的想法是 大家能DIY的时候尽量DIY 除非你遇到一些疑难的问题 需要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的介入 这时候我们才有价值 我们有价值 我们收取相关的费用 如果大家能DIY尽量DIY 我们来看一下配偶签证的基本要求 收入18600英镑以上 第二呢如果有孩子的话是3800英镑 第二个孩子呢是要增加2400英镑 这些证明收入的方式呢 可以通过工资收入自股收入 现金储蓄以及其他收入 比如说养老金租金助学金等等 我们有一个经验和大家分享 就是在配偶签证 需要用到专业机构的情况下 是什么情况 是你有婚史 而且有一个孩子 或者说两个孩子 需要涉及到独立抚养权的情况下 是需要专业机构的介入的 如果大家有关于独立抚养权的问题呢 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上方的这个微信上维码 我们在油管有一个专门的频道 详细的介绍 关于配偶签证 有可能遇到的独立抚养权的问题 供大家参考 欢迎大家扫描这个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graduate route 毕业生工作签证 毕业生工作签证呢 其实是英国政府为了鼓励全球的年轻人 来英国读书而推出的一个利好政策 这个政策简单理解来讲呢 就是你如果在英国读书 并且顺利毕业的话呢 你有一个两年的一个临时工作签证 这两年当中呢 你可以找工作 你可以自雇 你可以创业 你可以做所有法律允许 范围以内的相关的商业行为 他的基本要求就像他讲的一样很简单 第一是学生签证 第二是能够毕业 第三你要不然在博士的延期计划当中 doctor extension scheme 这几个基本要求相信大部分人都符合 由于疫情的关系 对于疫情的关系政策有时候会变化 从目前来看 不管你是在境外或者境内 进行线上的课程上课的话呢 你在2021年4月6号以前要入境 如果你是2022年入学的 那有单独的标准 所以说简单的理解 这个签证其实就是 你只要真实的上学 正常的毕业 大概率来讲都是能够申请 前提啊就是你网课 只能是你整个课程的一部分 你不能说我在境外完全上网课 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进入到英国 在英国境内申请 毕业生工作签证呢 有几个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优势第一 如果你是正常毕业申请这个签证 你的正常情况下是两年的工作签证 如果你博士三年 这个签证允许毕业后的留学生 在英国从事任何工作 对于雇主职位薪资都没有要求 也不需要任何担保 也没有任何工作类型的限制 而且这个签证还有一个最大的 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转换成其他签证类别 比如说转成工作签证 比如说转成创业签证 创新签证 或者转成首席代表签证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签证也同样存在它的劣势 比如说第一 如果两年之内 你没有其他的签证 可以转换你需要回国 第二 如果你在两年之后 仍然想要工作 需要转换成工作签证 第三 PSW签证 也就是这个毕业生road签证 不能累积和其他永居类型的年限 比如说你说我毕业生工作签证 加上投资移民 或加上工作签证 加上创新签证 加上海外首席代表 是不是五年能拿纽卡 对不起 不可以 你必须单独的拿工作签证五年 或者单独的拿投资移民五年 或者单独的拿 首席代表签证五年才能申请绿卡 它是不可以叠加的 关于这个签证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 如果两年 你还找不到一份能办理工作签证的工作 那就只能说明 你不需要这份工作 你应该考虑回国发展 当你在靠才华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就只有靠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转成创新签证 或者转成投资移民签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kill Worker Visa 工作签证 Skill Worker Visa 其实简单理解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明了的一个签证类别 换句话说 第一个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就是你要能找到一个英国的雇主 由于脱欧的政策的变化呀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当中 英国疫情给这些签证类别带来了很大的利好 为什么呢 比如说第一它有一些政策的变化 第一它降低了最低年限的要求 第二它降低了工作岗位的等级要求 第三它的评分条件相对比较灵活 第四它从理论上来讲 取消了各种各样的繁琐的程序 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的一条就是 其实其他的都不重要 看本地看本质 工作签证的本质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雇主 愿意雇佣你 而且愿意在合适的这种薪资范围以内雇佣你 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本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英国找工作难点 最难的是什么 从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 是认知 如果你是GFI毕业 什么叫GFI 牛津 剑桥 帝国理工 LSE UCL 这五个学校毕业的 如果你找不到工作 只能说明一点 说明你不需要这份工作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GFI毕业的 只要你想找工作 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如果你不是GFI毕业 你想找工作 最大的武器是什么 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或者说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是认知 认知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是你要对自己有认知 你是谁 你要去哪里 或者说我是谁 我要去哪里 我要做什么 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认知的关键题 第二个认知是什么 你对工作的认知 什么是工作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第三个认知 是对金钱的认知 金钱的意义是什么 第四个认知 是对雇主的认知 为什么雇主会是雇主 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板 为什么他能够给你发工作签证 第五个认知 你对自己职业规划的认知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第六个认知 你要对自己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 就是人生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不要老觉得雇主剥削你 不要老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 这个世界是非常公平的 特别是在英国 这个更是一个公平的一个社会 你要有价值 你要有能力 你要能够创造价值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不是说你求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不是你求雇主 而是雇主求着你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经验 是过去二十年来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包括我自己找工作 包括我自己创业 总结下来的几个观点 当然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 作为年轻人来看我 今天这个视频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年轻人的心是比较跳跃的 大部分会看我视频的人都是 要不然是高资产人士 要不然是这些孩子们的家长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 这些家长们一句话 就是如果找工作这个事 要家长介入 要家长参与的话 大概率来讲 孩子是找不到工作的 因为只有靠自己 孩子自己有这个阻光能动性 去找工作 他才能找到工作 你说靠家长能找到工作吗 这是不可能的 越是家长参与的越多 孩子自己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越小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经验 供大家参考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投资移民 T1 Investor 投资移民其实是一种最直接 最暴力的一种解决 英国移民的一种方法 他有了有弊 就像我最早说的一样 方法没有好坏 只是适合不适合 投资移民五个 需要大家提前注意的问题 这五个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 可以扫描 右方的这个屏幕上的阿维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节目 介绍关于投资移民 有可能遇到的五个问题 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和大家总结一下 有可能遇到的哪五个问题 第一 资产来源审查 如何符合相关的合规要求 第二 那税务的长期规划 全球征税系统下的英国税务 如何规划 很多人不理解或者不知道 英国是全球征税的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分布自己的资产 怎么去做好税务规划 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第三点 如何顺利的落地英国 大家会遇到的问题是阶层下行 特别是对于投资移民来讲 在阶层下行的情况下 如何顺利稳定的安全度过 第四个问题 大笔资金如何出境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顺利出境 第五 投资风险的控制 如何稳定安全 有收益的 做好自己的投资的规划 和投资的动作 这个是五个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很多人迷失自己 认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 不是的 有钱 你还有专业的人 来帮你做提前的规划 这样你才能够少走弯路 这也是我们比特资金领导 最值得骄傲的一点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为大家办理签证 而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全面解决的一个方案 从你的签证 从你的资产来源的规划 到你的税务规划 到你的孩子教育的规划 你如果说是为了自己 千万不要来英国 去新加坡 去瑞士 这些地方是你最适合的地方 但如果说为了孩子的教育 英国一定是首选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投资移民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一你要有200万英镑 第二你要能够顺利的转出来 第三你要投资到符合英国的相关要求的 这种金融产品里面 你不可以投资英国房地产开发 你也不可以投资英国房地产管理 你能投的只是 英国的股票 英国的这种公司债 英国本地的有选择人公司 这几个是可以投的 比如说你可以投英国的酒店 英国的宾馆 但是你要注意 你不可以说我买一个酒店 买一个宾馆出租 不可以 你必须要自己运营 这里面同样是有利有弊 利益呢是在于稳定安全有收益 弊呢是在于 你要有一定的酒店宾馆的管理经验 从我们目前看到的 这些客户的反馈来看 大部分人都是投资在 英国的这种稳定的金融市场上 比如说你要说 你买英国石油 英国电力的股票 或者说这些公司债 会出现亏损 或出现违约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除非说是真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说整个英国的经济走下坡路 或者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赌国运的一个做法 只要英国的国运是一直往上走的 你买股票也好 买债券也好 你投资英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好 大概理来讲是风险可控 而且有一定收益的 在投资移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何证明自己的资产来源 欢迎大家扫描 屏幕上方的微信阿维码 我们在油管有一个专门的频道 专门的一个栏目 专门的一个节目介绍 关于英国投资移民 如何合法合理的 证明自己的资产来源 好讲完投资移民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比较通用常见的创新签证 Startup Startup其实是一个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讲是一个鸡肋 为什么呢 这个签证本身不具有定居倒下 换句话说 你拿了一个签证拿不了永居 它有点类似这个PSW 新的PSW Graduate Route 只不过是目前在政策的变化期间 它有一些重叠 简单来看就是 如果你是英国的毕业生 或者是英国的应届毕业生 或者说达到雅思5.5单向不低于5.5的要求 你想来英国创业 你可以申请这个创业签证 但是这个创业签证它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你可以自顾 你可以背顾 你也可以自己寻找工作 但这个签证具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不具有永居导向 换句话说 两年你要不然转签证 要不然回国 这个签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来英国已经八年了 你可以考虑申请这个签证 因为这个签证是 进入到十年合法永居签证的 你八年学生加上两年创业 十年永居大概率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延长自己在英国的停留时间 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我觉得这个签证 其实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 它的基本要求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第一要雅思5.5达到B2的水平 第二你要有一个担保机构 这个担保机构有可能是学校 有可能是外部的商业机构 但简单来讲 你只要能够有一定的资金准备 拿这个签证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如何拿绿卡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120所具有担保资格的高效的名单 这个名单是变化当中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签证类别 也是政府比较鼓吹的一个签证类别 叫做Innovator 创新者签证 这个签证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创新者签证 创新什么叫创新 你要不然是产品或技术上的创新 要不然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比如说你发现了石墨烯的新特性 新特点能够带来 能够带来一些技术产品的一些革新性的一些产品 要不然你说我是滴滴打车 我是共享充电宝 我能带来一些模式上的创新也可以 它的基本要求 第一申请人18岁以上 第二至少有5万英报的投资资金 第三亚斯B2达到5.5分以上水平 或者你要是有英国 美国澳洲 新西兰加拿大 这些英语授课国家的本科以上学位 可以免考亚斯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这些看问题看本质 创新签证的本质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担保机构给你的商业计划做出担保 这个是问题的本质 而且你要明确的知道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的告诉自己 拿第一个签证并不难 创新签证是三年 三年符合相关要求可以拿绿卡 拿创新签证本身并不难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拿绿卡 难的是如何符合 以下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七个条件当中哪两个条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 第一你要投资五万英镑 这个都没有问题 第二你要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在三年当中 第三或者你在三年当中 产生十个就业机会 年薪不低于一万五左右 最低工资收入标准 第四你要证明在第三年的时候 产生一百万英镑的营业额 第五你要证明在第三年的时候 产生五十万英镑的营业额 其中有十万英镑是出口 第六你要证明你的项目 在同行业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这个就是比较虚的一个点了 就是如何证明在同行业当中 处于领先地位呢 比如说你是一个APP 你的用户数是一万人 平均行业数是五千人 这样可以 第七你必须证明你在整个的 知识产权注册这个部分 有重大的知识产权突破 这七个条件当中 其实说实话是相对比较虚的 因为英国政府本身自己 也没有搞明白什么叫创新 有几个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做电商 你可以选一和五 一呢投注五万英镑 五呢是产生五十万英镑营业额 第三年的时候 其中有十万英镑是出口 十万英镑可能也就是五个 这种爱马仕的包包 所以说如果你做电商 你的拿永居的成本会比较低 如果你是做普通的咨询行业 你拿永居的成本比较高 这个取决于你的商业模式的设定 我们需要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是这些钱 大概率来讲 你投资进去的钱是拿不回来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 投资又能有收益 又有回报 又有安全控制 又有所谓的什么项目担保 那都是下车 大概率情况下 你要把这个当成一个边际成本 或者说是一个沉默成本 只有在有这个认知的情况下 你做创新现场才有意义 要不然你会发现你会很失望 你会觉得自己被骗了 但是如果你把这二十五万英镑 大概率来讲 我个人的观点是 大概率来讲 在三年当中你的沉默成本 在二十万英镑到二十五万英镑之间 你要把它当成成本 你就可以接受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投资 大概率来讲 这个投资一定是失败的 关于创新签证 我们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介绍 欢迎大家扫描评论上方的二维码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我们可以制定完整的解决方案 整个签证 创新签证最难的是什么 是担保机构 是你的商业模式 是你拿绿卡的七个条件当中 用哪两个条件来满足 这个呢我们有个专门的一个细节的 一个视频介绍 欢迎大家扫描微信的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如果你看不了 说明你不在英国境内 在进入情况下 想办法自己翻墙 如果你连翻墙的技能都没有 我建议你不要考虑移民了 老实在英国待着是比较适合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 非常重点的一个签证类别 叫做什么呢 叫做首席代表签证 So representatives of an overseas business 叫做海外首席代表签证 海外首席代表签证 我们其实有很多专门的视频介绍 关于它的成本 关于它的基本要求 今天呢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性 框架性的一个介绍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 海外首席代表签证 适用于那些母公司在中国外派一个高管 来英国开设分公司 或者开设办事处的这么一个商业行为 这个是第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前提条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续签和永居的要求都相对比较简单 你只需要证明自己有商业行为 所谓的商业行为 什么叫商业行为 比如说我是卖家具的 我在英国有相关的销售记录 维修记录以及清关记录 这个都是算作商业行为 我们需要更深程度的理解来看 就是英国政府为了鼓励 非英国地区的其他国家的这些公司来英国做生意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代表处 或者说常驻人员的一个签证 这是一个漏洞 这是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深切的去理解 和深切的去把握住这个机会 关于首席代表签证 我们有专门的视频介绍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扫描不了 或者说你观看不了 你需要检讨 为什么你扫描不了 你需要去主动去争取 主动去看一些东西 没有人能够把一个东西完整的端到你面前 让你尽情的享用 你要想得到什么 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 任何方式和方法 都有它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席代表签证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的是什么呢 第一没有投资要求 第二没有雇佣机会创造的要求 第三没有硬性的税务要求 它的不好一面是什么呢 不好一面是它相对比较难定义 什么叫商业行为 怎么能够判别一个母公司 派驻英国的子公司有商业行为 这是它利和弊的两个方面 但是总的来看 你只要有一个达到一定规模的中国母公司 什么规模呢 第一长年时间三年以上 第二营业额五百万人民币以上 第三你的商业模式基本可行 你不能说是特别特殊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 大概理来讲 你是可以办理一个叫做高管签证 美国有一个类似的签证类别 叫EB1 也是类似的这种高管类别签证 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美国的EB1相对要求是比较高的 你拿EB1美国的这个签证类别 第一关好拿 但是续签永居不好拿 但是英国的首席代表签证 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英国人比较讲规则讲规矩 你只要不是说法律上说你错的地方 你就是正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数据是拿英国首席代表签证 他拿永居的概率是99%以上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拿到绿卡 什么情况下 第一主动放弃 因为得到的太容易 不需要投资 我们的经验是200万英镑投资移民 从来没有看到放弃的 OK 但是首席代表签证 我看到很多放弃的人 因为得到的太容易 所以说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 一定要考虑清楚 这个签证对于大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如果为了自己 如果为了公司 如果为了企业的运营和发展 没有必要办理这个签证 你拿商务访问签证同样可以做生意 OK 只有为了孩子 为了教育 为了家庭的规划 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有专门的视频 介绍关于在英国首席代表期间 有可能遇到的成本 有可能遇到的一些财务的一些问题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我们有详细的专门的介绍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尔维码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就是进入到2022年以后 英国首席代表签证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 特别是从去年的MAC的报告上来看呢 从明年的春季 也就是在四月份左右 有可能首席代表签证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从总的趋势上来看 第一会越来越严格 特别是对于材料的审核 包括转股 包括商业行为 包括对于母公司的一些材料证明的一些检查 会越来越严格 但是从总的方向上来看 我认为在脱欧的大环境的影响下 英国是欢迎那些来英国做生意 来英国设立分公司的这些机构的 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是说每个人每个公司都适合这个签证类别 从数据上来看 首席代表签证的通过率是非常的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获签方面 中国申请者2021年第三季度 总共获签一个季度是34人 获签率高达74% 高于全球的70% 说明中国的申请者 还是比较受到英国政府的欢迎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另外一个数据 2021年的第一季度 中国籍的申请人过去率是96% 这个是一个趋势 看你怎么去比较 还是回到那句话 任何签证有利有弊 你需要从自己的情况去分析去判断 好 2022年移民英国的最后一种方法 Long Residency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年永居 十年永居呢 其实最简单的理解三个条件 第一 签证满十年 第二 没有间隔 第三 十年当中离境总共不超过18个月 当然这个总共离境不超过18个月当中 还有一个单次的要求 就是单次离境不能超过六个月 很多人说 哎呀我中间离境超过了六个月 我达到七个月 但是是我要照顾父母 或者说我有特殊的情况 能不能解释 能解释 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判断的一个标准是 一个是主观因素 一个是客观因素 什么叫主观因素 如果说我要照顾父母 或者说我因为工作 因为学习 因为实习 在中国 或者说离开了英国 对不起 这个属于主观因素 不被考虑在内 但如果你说我是客观因素 比如说由于车祸造成的 比如说由于身体不良造成的 我住院 没有办法回到英国 这种情况下 属于客观因素 所造成的离境时间长 是可以解释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强力建议大家 去咨询专业的机构 或专业的人士 即使你超过了18个月 超过了540天 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成功的一些案例 和成功的经验 来帮助大家 在超期的情况下 申请十年旅卡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第八种方法 十年永居 好介绍完八种方法以后呢 接下来是一个简单的广告 我个人从事英国移民行业16年 9天以后呢 就是我来英国的20年 在过去16年当中呢 我们处理了很多的 关于英国移民的相关的一些业务 很多人会跟我说说 刘律师啊 我的朋友告诉我 这个签证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是 我是靠这个吃饭的 OK 我是专业的 你的朋友可能一辈子只申请过一次签证 两次签证 他有他的特殊情况 他有他的特殊的一些观点 他有他的特殊的一些原因 但并不代表他的建议可以被你参考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服务 英国移民法律服务行业的 这么一个专业机构 我们的建议和我们的一些分享 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这个就是我要和大家做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分享 特别是我强调的一点 如果你只是填个表 自己填就可以 或者说找淘宝上找一些 会懂英文的人去填表就可以 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填表 我们的价值在于什么 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的经验 我们立足于本地面向中国的 一个庞大的一个团队的 一个整体服务能力 你如果说只是填个表 一两个人就可以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团队 你要保障的是 至少一个长达三年到五年的 这么一个持续的服务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 讲的那句话 妈妈讲的那句话 叫什么呢 在英国 钱是不会走错路的 你花钱了 你就得到 你花钱了 你就应该得到 你应该得到的这个服务 和应该得到的一个保障 我们彼得陈律师行 作为一个专业的服务机构 其实就像一个保险一样 我们并不是万能的 但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在于 你出现任何极端的 意外的一些情况 我们有相应的解决能力 和僵硬的服务能力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 其他的其实都是广告而已 你说什么落地服务啊 所谓的这种相关的服务 这个不重要 每个人都能讲自己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靠时间 要和时间做朋友 我们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在市场上的这些口碑 是大家最值得参考的一个点 接下来是一些成功案例了 这些成功案例有些更新了 有些没有更新 但是大家如果有我个人微信号的话 大家会发现 大概每两周或者是一个月 我们会发一次我们的 基本的简单的成功案例 从成功案例的发布的周期来看 大家会发现 我们与政策的一个紧密的一个联系度 是相对比较紧密的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反馈 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号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有一句话就是 加入我的微信 不要上来问我在吗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意外的情况下 接下来二十年三十年 我都是在的 有事说事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把您的问题直接总结出来 让我做选择题 不要让我做问答题 什么叫选择题 就是一二三四五 我应该选哪一个 不要问我英国好还是美国好 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好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分享 2022年英国移民的八种方法 感谢